我大概小学三年级吧 回学校上课 对我来说是一件多闷的事情 所以有时候我就带到一些笑话 一些觉得非常爆笑的点子 就回学校跟同学分享 原来这个习惯 慢慢一直长大都陪着我成长 然后后来有一天 我拍了一个喜剧片 然后我就把我从小累积的经验 讲笑话的节奏 就放在我电影里面 然后第一部就已经导演觉得 哇这个小女生为什么讲一句对吧 讲得这么好笑 所以我觉得可能都是从小的练习 所以就成为今天的喜剧演员吧 其实以前二十几岁的时候 有一段感情都会觉得很浪漫 每一次都会找一些惊喜给对方 后来认识成长新之后 我都觉得阿布 找一个moment 送一些惊喜给他 然后那天我就放在 那个洗头水的旁边 因为他们几乎一年三百六十五天 都一定会早上洗澡 都要把他的长发洗干净 才出门 但是那天他因为迟早 所以就立刻穿衣服就走了 然后我就起床之后 发现那个礼物还在 然后那个 那个 那个 shower 那个地方全都干 然后我就 很生气 然后哎呀 原来 最后的惊喜是给了自己 很难得一本杂志 能够 可以 来到二十周年 希望他们越来越成功 Happy Birthday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